实力派演员张秋歌 戏中她是百变形男 戏外她是超级暖男 今天作为张海燕的特别来宾 做客你看谁来了 她与大来宾张海燕之间 还有哪些不得不说的青涩往事 在我心里你看第一个 还是我哥了 哎呀 不容易啊 是啊 天里昭昭跋山不水啊 那还没报呢 你哥 我都 报完了 你知道你哥 我先跟我哥报一下 就为你这一趟费多大劲 要从这个苏州 飞 专门飞回来 马上再飞回去 人家就排着戏 就这空档 还是跟剧组 就鸡翅白脸的就跟人吵 必须回去 这两天我的主场戏 在 你说一声哥把眼睛摘了 摘了啊 太帅了 摘吧 非得让我摘 你怎么那么逗啊 你看我第一个猜的就是我哥 我第一个猜的就是我哥 是吧 其实我们俩演过两口子 应该是男女朋友 他来那时候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对 不算两口子 不能说是两口子 关键是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邱哥跟你的身后渊源 这是我们家上户口本上的干哥哥 就跟我亲哥一样一样的 就是 不是一妈生的 就是一父一母的亲哥哥 不是一个妈生的 其他的一概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你不可真在他们家吗 对 一直嘛 现在也是吗 对 对 因为邱哥跟我是老乡啊 我们俩都那猛人 相当于是哥你是当年来北京 认识了海燕 可以这么说吗 哎呀 话说三十二年前 别说这么远 年龄保重 那时候八二年我们在一起拍戏嘛 拍戏那时候我们演了一对 但不是两口子嘛 三年 哎呀 我说这剧组给我送了个年画 海燕红红的 跟一个红苹果一样 啪啪的眼睛 那时候海燕很有名啊 他演过青春万岁嘛 对 我们都看电影 那时候电影很少 看青春万岁是你的第一部电影是吧 第一部 第一部戏 哎呀 对就是这会儿 你看是不是大苹果 哎呀 那也就是说 其实当时你们俩是他演过那个戏之后 然后你们俩在一块演戏 然后认识的 对 就是他演完那个戏以后 他还在那个那个上戏上学嘛 上学呢 上学呢 那时候我老去看他 后来我在上海又拍了一个电视剧 嗯 所以我老去看他 上学要去看 还有那时候拿一个135的相机嘛 小框那时候就这么大 给他放到框里 我就没法对嘛 因为脸太大 一下吧就这么 然后我说这孩子你说 哎呦 哎呦呼上了 我一看 我以为这么近的一看 我说彩测块荧幕嘛 那会儿啊 然后我跟我哥 然后我们去上公园嘛 去玩嘛 就好多人都围着我照相 我哥就专门给拍照片 对啊 那时候就有很多人 我的早 那时候可能已经出名了 对啊 那会儿就好多人认识我 青春半岁嘛 对啊 那会儿就已经很有名了 那时候我哥是 跟着我跟那个跟蜜蟲 那会儿没人认识他 没谁认识他呀 一个一个草原母女 对学生 一个学生 等于就是说 又认了你妈干妈了 对 后来就分到北京了嘛 分到北京以后 就是到我们家了 正好我还有个弟弟 也就是说 你就住在人家家吗 我告诉你 八十年我记得 拍完那个戏之后 放寒假 放寒假呢 我就路过北京之后 就回到家里住 我记得是睡了一个行军床 对 哎呦 老爸特别喜欢我 坐在行军里面 我记得那床还直直响 你知道吗 老爸就坐在那儿 跟我聊天 特别喜欢我 那时候哥哥 就是一个草原的小伙子 眼睛透着那种 干干净 老妈是不是觉得 你可以将来给他做 做女 就是做女婿啊 做女婿 其实那时候 好像老爸老妈 真的挺喜欢我 其实有那个意思 那有这意思 你俩为什么没有 领悟一下这个意思呢 不是也不知道 那时候可能我们都年轻了 也小 也小 真的不懂 那时候真的 就好像就是一个 自己亲妹妹 玩亲哥哥这样的感觉 你们俩要任何一个人 像另外一个要是 提出这个问题 可能就成了夫妻吗 不是初恋时 不是初恋时 初恋时 那时候小真的不懂 不懂 那时候真不懂 真不懂 反正我也不懂 你看那时候很小 他刚十八岁 十几岁 我告诉你 现在的十八岁 和那时候十八岁 完全两个 完全两码事 但是十八岁 也应该知道爱情了呀 对呀 真不知道 那时候可能就觉得 他好看 或者谁好看 谁帅 那时候好像真的不知道 是 那时候就觉得 这是我哥 我有哥了 对 有人跟我撑腰了 就这种感觉 没有往那儿想 当时你住到人家家的时候 就是 你是跟他弟弟在一起玩 是吗 对 哎呦 弟弟小 小海东那时候也就六七岁了 你想我跟我弟都差六岁 对对对 跟他差十几岁了 那你会不会不但自己住 还把同学领来呢 哎呦 妈呀 天呐 哎呦别提领功绝了 我那些同学 特别什么 钱帐刚尹国华呀 什么这些 刘金山 那时候生活不好啊 有点肉什么的 真的 那时候真的生活不好 来了 吃完麻糊就走啊 而且吧 特别是尹国华 打了一堆的衣服 也慌慌那一放 我妈就给洗 帮洗一下吧老娘 就这就完事了 你的同学呀 我同学 我记得那会儿 放那第一滴雪 然后都在 那时候还有电视院 我记得好 白孔渡电视院还是哪儿 都在这儿看看电影 太晚了 那会儿不像现在 就是坐车这大方便 就在家住 你知道 就他们这几个小伙 七个 我们家那时候 粮食一厅 七个小伙子住一屋 我妈说 咬牙放屁 这屋简直别离了 那个臭脚鸭子味 就整个都在那 而且有时候过年过节 他有不回家的 就在我们家过春节 拿那个什么 那个炮相互崩 往楼道里崩 这那可热闹了我们家 确实那时候爸妈 真的特别爸爸 挣了点钱 基本上真的 都为海鸭的朋友 真的 对呀 开销很大 对 我爸妈也喜欢 《红楼梦》剧组的 几乎是那些人 都到我们家玩过 几乎没有没去过的 对 他演过《红楼梦》里的 那傻大姐 对 你当时有没有想 怎么就不给我个 好点的角色呢 我觉得傻大姐挺好 要没有傻大姐剪那个香囊 就没有超剪大公园内截 是啊 但是你怎么没想过 怎么林黛玉就不找我演呢 哎呀 林黛玉要真让我演 也能演的 这林黛玉外传 肯定是外传 你知道吧 那我就是贾宝玉了 对 爱谁谁 关键是 那个时候年轻的记忆啊 秀哥你有没有 在后来演戏的时候 空档的时候 经常回忆这一段啊 我们真不是合作过的伙伴 也不是朋友 我们就是亲人 很多人也说都是真的 我妈最疼她 常回去看看爸爸妈妈 我妈疼她 比疼我们俩要多好多 对 我爸妈可疼她了 因为你爸妈当年 是按女婿方法疼的 有可能 那最后就怎么 没成为女婿呢 怎么没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主要是怪你吧 我觉得 应该她先提出来 没准还真成了 对呀 因为她大嘛 对 真没有 后来过两天 你是不是听说 她谈恋爱了 对 她谈恋爱的时候 你又没有点小醋意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哥有人管了 就是这样 你关键 这这么想来 你就是个傻孩子 就是就是 那时候就是个傻孩子 傻孩子 你比方青萍还傻 对 刚才我就说 我说海燕 她没有变 除了年龄 其他在我心中没有变 她没有变 我说她说海燕 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说她就是一个 阳光的女孩 永远是这样的 你跟她在一起 永远永远 她特别干净 她内心真的一点杂志 跟我说的一样 就特别干净 所以她没有学院毕业 是吧 她不是中科学的 她知道走到今天 还这么好 最后拼的 就是两个字 人品 人品 真的是 谢谢 谢谢 谢谢